學語言並沒有那麼困難 基本上就像吃飯睡覺 這些日常生活一樣的簡單 用這樣的態度去學習的話 其實很快的時間不知不覺 基本上就融入我們的生活 我們上進在一開始剛創立的時候 我所要就是要先找到產品 那產品當然就是我們的師資 以及教材 所以我也很榮幸 找到一位我們目前教務部的經理 像他之前是在另外一個美語機構 他有十幾年的教學經驗 那也擔任過教務主管 再來就是教材 我們都是跟國際性的這種出版商 合作這種教材 是一個非常完整的一系列的進度規劃 確定了之後就開始在 招募我們的語言諮詢顧問 幫我們的學員 依據每一個人不同的進度需求規劃 相對應適合每一個學員的學習方案 目前我們上進每日韓語 主要是主打一對一線上真人的線上家教 那我們提供的語言 有美語 日語 韓語 三種 我們的一個跟其他同業的最大的差異點 就是說我們以點數字為主 依照每一個學員他不同的需求 他的經濟能力 我們設計了從50點到800點 這樣的一個不同的方案 對學員的好處呢 就是說他在使用上比較彈性 那後來我們有開發 我們自己的一套專屬的APP 學員可以透過這個APP 查詢他剩餘的點數 以及依據他自己個人的時間 以及他對每位老師的喜好 去選擇他想要上菜的老師以及時段 我們目前上進每日韓語 主要是要響應政府的 2030年雙魚國家計畫 那這個部分我們會持續的進行 那同時依照世界潮流 以及科技的發展 我們會慢慢的做轉型 比如說未來可能會有一些 AI的技術等等的加入 這個是我們未來會持續 進步努力的地方 我們在今年 2022年的5月 我們又新創立了一個 Otomade的品牌 Sign Peace 那主要是針對學齡前 以及到15歲的學童 提供一個一樣 線上一對一的真人的 美語的學習服務 那另外呢 我們在今年的10月 在籌備一個 線上的華語文教學平台 那主要是要讓外國人 能夠學習中文 以及台灣文化 那這個平台呢 預計明年2023年的第二季 會正式的上線 我本身這20多年來的 出社會的工作經驗 那一路上也遇到了很多的貴人 那我一路以來 都是從業務銷售開始做起 那經歷了各種產業 各種領域 念就我比較不怕苦 不怕難的個性 遇到困難呢 不要抱怨 去想解決的辦法 我有一個觀念呢 永遠都是說 要永遠比別人多做十件事 那只要其中兩件事情 做對了 那我可能就比別人 多成功一點點 以台灣我們的教育環境來講 一旦都是比較填鴨式的教育 那這就導致了我們台灣的學生呢 就是比較在寫跟讀方面比較強 就是比較不會說 也不敢說 或是聽力比較差 要能夠把一個語言學好 我認為這所要還是自己的企圖心 自己有多大的慾望 自己有多大的意願 想要去把這門語言學好 那第二個我認為是學習的頻率 要有一個規律的一個學習進度 一週可能要上個兩堂 三堂等等之類的 第三個呢 就是要能夠敢講 敢說 要也能夠營造一個類似母語的環境 我想我們最大的成就感 還是來自於我們學的回饋 比如說有些學員一開始 他的目的是 他希望三個月內 能夠充斥到多一分數到達幾分 那我們就會依照他的需求 幫他規劃相對應的課程 那也的確在既定的時間內 他按照我們的學習規劃步驟 得到了他當初設定的目標 那我們的學員也都很可愛 也都會來跟我們道謝 也都會常常幫我們轉介紹 其他的親朋好友 來我們的機構來學習 這個是我們在經營這個 企業這個品牌比較值得欣慰的地方 我們在經營這個表明 我們在經營這個影片 我們下班就是在經營這個 關於平邏的電視 讓我們在經營這個節目 有多會 bee緊張的問題 我們會有機會